杨茲晚报讯 中国公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通过,蔡振华在体育系统认识已超过二十年,副局长任上曾经掌管足球、拍球、拼鱼等中国体育最重要的部分,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国庭罢贩事件,又让他站在风口浪尖,如今他转身离职,足协主席、拼协主席、鱼协主席等职人来接任,会不会带来一连串音响? 去年莫名离开国庭的刘国梁,会不会重归乒乓球,接过拼协主席的枪? 蔡振华八月份已去总工会蔡振华,目前在未正式上任早在今年八月中旬,杨茲晚报记者和一位体育电人士交流时,已无意中得知了蔡振华将离开总局的消息,恰同亚运会。 按理说作为总局副局长以及足协、拼协、与协的主席,蔡振华会随团前往亚迦达。 不过事实上,整个亚运会期间,蔡振华都未在公开场合露面,随着亚运会闭幕。 中国代表团参赛任务圆满完成,蔡振华已去中华全国总工会,报道的消息又浮出水面。 今天下午,杨茲晚报记者,致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,一位女士接听电话。 当听说记者想采访蔡振华,她表示,你过一阵子再打电话来吧,她现在还没认命呢? 还是要经过,工会时期的选举呢,记者追问,蔡振华不是八月份就已经来报道了吗? 女士回答,领导到新岸位工作总有一个过程,肯定要先来熟悉熟悉情况的吧。 至阳此晚报记者了解,蔡振华八月份,就已经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报道,但具体任职并未公布,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、副主席的人选,需经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,而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未召开,因此蔡振华的新职务,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才有着落。 主席足球处于浪尖曾经大刀阔斧,后期被淡出蔡振华是江苏无锡人,乒乓球运动员出身,从运动员到教练员,为中国乒乓球,在世界的强势地位,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后来,他逐步转型为体育系统的管理者,2007年成为体育总局,在职最年轻的副局长,2010年起,蔡振华接替退休的最大连锋馆足球,与此同时,他也主管篮球、拍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等项目,而这些项目都是在中国最有影响力,最有商业化开发能力的项目。 2014年,蔡振华当选为中国足协主席,从分管足球到担任主席,在他主政足球的这些年内,虽然他因为国足的成绩问题,屡屡被顶到风口浪尖,但凭心而论,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方面,取得了突出的成绩。 中超从无人问津,到卖出了五年八十亿的版权,大台教练和外援纷纷加盟,球是火爆,广州恒大雅多雅,冠冠军,轻信系统纷飞建立,这些看得见的进步也表明,尊重职业足球发展规律是可以得到回报的。 中国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,也大大增加,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,彩振华都被外界开作是在2016年,接近刘鹏担任总局局长的最佳人选。 不过,人不属于体育系统,等狗仲文后来空降,担任体育总局局长,狗仲文上任之后,对整个体育系统,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。 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口中文,2017年6月20日,中国足协紧急召开了有关协会人事变动的会议,刚刚上任体育总局局长助理的原田幻中心主任,杜赵才,出任中国足协党委书记。 她是中国足协自成立以来行政级别最高的党委书记,和蔡振华评级,作为足协主席的蔡振华本人,当天并没有参会。 事实上,此后蔡振华基本就在足球的公共视线中淡出了,体育界势必有所调整,刘国梁能否回归国拼。 在蔡振华担任拼协主席期间,受蔡振华治愈治安的弟子刘国梁,于去年6月毫无盯照为现院国拼总教练。 随后,刘国梁的弟子们卫生员恩师竟然纷纷罢赛,映出了一场极大的风波。 风波过后,刘国梁指教团队中的教练琴致简,马林也被调整出国家队,这一事件,也被外界看作是体育组局内部的博弈。 刘国梁在指导弟子,根据口中文上任后的改革思路,各协会主席由各个项目,各明星运动员来担任,实行变频化管理, 让专业人做专业事,如姚明出任来协主席,深血出任中国花样华兵协会主席,王海斌出任基建协会主席等等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最初总局领导曾有意让刘国梁出任中国拼协主席一职, 但是,作为蔡振华的弟子,这一安排着实会让刘国梁尴尬。 现在,随着蔡振华离开体育系统,已经有消息说,刘国梁要重回体育界,并担任拼协主席一职。 事实上,若是刘国梁能够回归,既是众望所归,也反映了体育总局的改革方向,具体会发生什么调整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公图CFP编辑将澄清。